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7月12号晚上举行竹谱开灯放彩仪式 彩色的灯光照亮夜空加上烟火释放 气氛相当热烈 在市长谢果良轮值竹谱的张廖简姓宗清会理事长廖大明 主委张通荣跟清安宫代表以及立委林佩祥等贵宾的启动下 竹谱谱正式开灯放彩 成为基隆中原祭典夜间的特色地标 这个历史悠久的传统凝聚基隆的文化底蕴 感谢张廖简中心会带领各中心 基隆中原祭的起源 追溯到1855的全章泄斗 基隆的先民用和平化解纷争 透过自信轮值组织普渡仪式 取代了地域对立及武力的冲突 象征以和为贵的社会价值 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要按照这个字来给大家指示 所以呢今天在这个灯火辉煌的中正公园 我们以开灯放彩仪式 向这一段历史致敬 越在地越国际基隆在几任市府 大家包含张通龙市长 林又昌市长 谢国良市长 大家通力合作之下 持续在进步 新的建设保留我们至今的中原祭的祭典 所以有新有旧 融合我们基隆传统的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文化 也是我们基隆独特的一个魅力 这样的特色价值 是我们基隆市未来发展的一个精致招牌 我感觉很感谢我们大家团队 基隆的进步 在这下市长领导之下进步 在同职委 同意地长之下 基隆也会进步 所以我们基隆就要投资 今天我们庆安共也很感谢妈祖南波比 整天早上落后 今天很好听 包括庆安共主委 还有庆安共副主委 感谢 感谢庆安共副主委 张张老师 感谢各位 我讲 感谢我们市长 议长 议员 还有市政府的 这个团队 还有我们今天来参与的包括我的这个 理事长 廖大名理事长 还有所有个性中的理事长 各位这个总干事啦 我们卢主啦 还有最了不起的是庆安共 我们这个 敬爱的童爸爸 还有我们这个陈 陈务之会等等 还有老大光标 陈丁堡 所有今天倡议的各位好朋友 各位媒体的朋友 谢谢大家 感恩大家啦 祝福大家 谢谢 主谱坛开灯放彩 在每年农历7月12号晚上举行 象征引导各路好兄弟 前来人间接受供养 而现场也安排了各项精彩的艺文表演 吸引不少民众共同来感受 这场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文化盛会 记者黄志森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在这里来看今年的 基隆中原季放水灯游行 到处都是来看游行的民众 很多都是全家大小全员出动 人气爆棚 画面上可以看到 在游行的街道上 满满的民众夹到欢迎 全家大小出动 来观赏一年一度的 基隆中原季放水灯游行 一起来认识基隆 这个百年特色文化庆典 刚刚看到什么 我觉得印象很深刻 目前是那个 吴隆吴司 对 吕师傅吴隆吴司 还不错 我喜欢那个打鼓 还有吴隆吴司 那里还有 就这样两个就好 他们知道是 什么叫基隆中原季吗 就是他边车子过来的时候 会边跟他讲解 这个是什么缘由 然后像刚刚第一台 竹谷坛的那个 上面有要放水灯 会跟他讲说 那个是为什么要放水灯 对对对对 市长加油 好 请谢谢 活动开始前 基隆市长谢国良步行前往游行主舞台 一旁的观众们也跟市长热情的打招呼 为市长加油打气 甚至还有民众热情跟市长一起拍照 显示市长谢国良的高人气 很多的民众都有跟国良 我们都互打招呼 那我们都非常感动 大家也给我们很多的鼓励 那这个我们都会 继续的把这些当做我们努力的原动力 虽然途中有遇到罢免团体表达意见 甚至一度跟市长非常接近 不过市长也很有风度的致意 希望大家都有表达意见的自由 只要保持好适当距离 没有关系我们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中原季 那表达意见我们都完全尊重 那就是大家距离不要太近 有一点点安全距离 我个人会建议这样 而在开幕典礼上市长 议长跟主谱的张料简姓宗庆会代表 都感谢各单位的支持 让中原季顺利来举办 共同祈求老大功 让基隆能够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也让基隆越来越好 更加和谐 大家赚大钱 感谢所有市民朋友的参与 我想我们一年一年 会让我们的文化观光局 把它办的呢 除了保留我们的文化元素以外 最主要是要吸引更多 海内外的观光客 来到基隆来消费 并且来共同跟我们同欢同乐 我们基隆这个 已经有一百多年的 这个历史悠久的基隆中原季 再次感谢我们张料简中清会 及各姓中清会理事长总干事 劳心劳力的文化局 包含我们全体的同仁 全体的市民 这是我们基隆人最凝聚 最缓解的日子 我们继续 怀抱这份感恩 缅怀历史的苦难 感谢些人的开拓 祝福我们金融的未来 祝福贾城金融年中原季 顺利圆满 我们各项的活动都非常的顺遂 我想这就是老大公 好兄弟 给基隆 真好 真多的屁油 给我们基隆 这个在我们敬爱的 谢市长带领之下 所有的活动 都是顺顺利利 圆圆满满 今天特别感谢 从中央的长官 到我们国内外 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一起的参与 让基隆的这个中原季盛会 可以说是空前 可以说是非常的热络 从谢市长上来 这种每一年都要邀请 我们国外的姐妹室都过来 今天我们韩国姐妹室 日本姐妹室 还有到关我们各国的姐妹室都过来 希望我们感受到 要基隆市的光彩 基隆市基隆这个中原季 发扬光大 在游行队伍中 基隆的宗亲会 各机关学校团体不分年龄 都上街进行一个大型的艺文展演 表现出基隆丰富的历史底蕴 跟多元的文化 也展现各姓氏宗亲们的团结气势 而观众们夹到欢迎 不时的给予掌声鼓励 游行最后还有宇都舞蹈团的大型拉拉队 让台上台下跳成一团 充分展现了基隆中原季 呈现起后和谐欢乐的主要意义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中原季的重头戏 基隆八斗子望海上登场的放水灯 各姓氏宗亲会将水灯头 依序推入海中 为海上孤魂引入 伴随着烟火点亮八斗子的夜空 绚立烟火划破一晚星空 基隆中原季17号晚间11点 在望海上举行重头戏 释放水灯头 加油加油加油 各中金会水灯头 依序点燃 救难人员一个接着一个推向大海 民间相信火烧的越旺 运势就会越好 也象征带走民众 对好兄弟的恭敬之意 我们整个水灯你仔细看 很多的凤凰 以前中金会都是 我们所谓所说的 中金会都是由男性在参与的 那因为现在两性不全 最爱的活动中原集就是放水灯 我觉得非常感动 因为每一个中金 都有他们最大的宽容跟爱 表示对过去的老大公 他们的一份心意 更重要的是把水灯放到海里面去 郑重的邀请他们 明天可以来参加中原集的普通 金融市消防局救难大队 出动大批人员协助 中金会释放水灯头 务必做到安全第一 我们警销总共出动了14位同仁 然后还有救助中队出动了8名同仁 还有我们救难协会 总共出动了24位的同仁 还有我们准备四艘的船艇 以及两艘的遥控救生圈 那今年的海象呢 是在8点15分左右是满潮 那在凌晨一点多的时候是干潮 所以目前应该是属于退潮的状态 搭配传统的放水灯 然后再加上在水灯下水的时候 会同时释放烟火 那这一个是对摄影玩家一个 比较大的吸引力 那另外就是我觉得在传统上面来讲 水灯头的一个记录也会是 在基隆的一个传统上面 非常大的一个节目 副市长邱佩玲 民政处长张渊祥 文官局局长江提梅等人 全程参加放水灯仪式 邱副市长特别感谢各中心会 在筹备过程中付出的努力和心血 也期盼这场盛会 能为金融及全国带来祝福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台北市长蒋万安礼拜六 与谢国良一起到安乐市场 与热一路福的庙扫街 台北市长蒋万安超高人气 还没有到安乐市场 就引起一阵骚动 台北市长蒋万安和金融市长 谢国良合体超高人气 还没进到安乐市场 就引发一阵骚动 谢国良加油 国良国良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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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商家送上白萝卜和葱象征好彩头 替市长谢国良加油 蒋万安走进市场 向摊贩们握手寒暄 还陪同市长谢国良到福德庙参拜 大家也看到鸡北北陶四市合作平台 我们在很多交通运输上面的合作 有具体的成果 包括我们去年四个县市共同全力提出 一二零零交通月票 特别照顾了基隆市的乡亲 他们很多是通勤通学组 跨县市 到目前为止交通月票 我们也让过去开车骑机车的民众 转换使用大众运输工具的比例 达到了7.33% 超乎了我们当时设定的预期目标 我相信未来国良市长 一定可以持续让基隆变得更好 更美 特别我看到 跟星宇航空公车的后车体 已经成为所有年轻朋友打卡的景点 晚上夜间看也有高质感的氛围 所以很高兴今天 来告诉所有基隆的乡亲 在面对只是为罢免而罢免的政治操作 这是伤害台湾的民主 我们应该要用手中的这张选票 投不同意票 遏止这种政治操作仇恨对立的火苗 蔣万安细属基隆市长谢国良施政的政绩 而谢国良蔣万安合体 也让市长谢国良更有信心 这个是基隆第一次历史上的罢免投票案件 所以在昨天成案后 我有稍微回去思考了一下 写了几个想法我想跟大家分享 这个罢免跟选举啊 都是宪法制度设计的人民参政权 但是选务机关在办理的时候呢 他推动的方法却非常的回忆 在推动选举的时候呢 就是鼓励大家踊跃投票 在罢免的时候却非常的冷处理 几乎不宣传 所以也导致了民众对于罢免的陌生 不但对于这个选票没有充分的理解 也不会出来行使投票 我们有不止一次 有很多里长给我们反映民众告诉他们 不晓得这个票要如何来投 所以我呼吁包括选务机关 中选会以及地方选委会 应该要透过不同的机程管道 加强宣传鼓励大家 踊跃投票 提高投票率才是真正的展现民意 如果投票率很低 反而失去了宪法创设罢免制度的意义 所以我再次的呼吁 选务单位在未来 还是要积极的宣导 鼓励民众出来投票 投下大家心目中神圣的一票 加油 列宫娘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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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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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市长邱国良邀请蒋万安 立委李彦秀及党籍市议员们 品尝基隆道地小吃 也趁机大力宣导基隆美食 记者 黄少民 张启腾 基隆报导 继讲完后 周日投赢市长钟善政也来到基隆 和谢国良组成善良二人组反恶霸 两位市长前往成功市场 宣传农鱼业特产 他希望市民能够让谢国良 继续与北北桃三世一起努力 加油 市长吃三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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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见到桃园市长张善政 看饭们热情伸出双手 在市长谢国良陪同下 逛起了成功市场氧位 看饭们超热情 全部都吃鸡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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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园市长张善政 18号来到基隆成功市场 替桃园市的黑毛猪农场 推销产品 包括多位党籍市议员都到场 大家拿起纯黑猪肉香肠 吃得津津有味 从前年12月底 基隆我们谢国良当选市长 桃园我当选市长 还有连蒋万安 还有侯友宜 我们基北北桃四个城市 四位市长 就跟一家人一样 那么我们在很多市政建设上面 四个城市一起来搭配啊 效果非常好 像大家知道1200这个月票 就是大家非常欢迎的一项 那么尤其是基隆和桃园 一个在最北边 一个在四个城市最南边 我们虽然距离比较远 但是我们心还是连在一起 我希望说今天来这边表达 就是虽然桃园跟基隆离得比较远 在基北北桃上面 但是我们对于现在这个罢免案 我们觉得我们基隆市民应该要看清楚 谢国良是一个好市长 在做他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希望说我们基北北桃 还有基隆和桃园 我们这一家人的感情 还有这个合作的机会 管道能够继续下去 让刚才我讲的一北北桃 的四个城市 一起打造一个生活圈 有关基隆东岸广场争议 除了法院之外 财政部也针对Net的申诉 觉得不合理直接驳回 这一次除了法院以外 财政部也对于Net提出的申诉 觉得显不合理 所以直接驳回 不管是对他们提出来 意义有关于评选的部分 觉得不符合理 或是说针对他们提出 一些相关期限的问题 也认为他们可以在某些时间内 提出意义却没有 所以不只是法院 连财政部就是所谓促参的主办机关 都认为Net提出来的这些意义跟申诉 完全没有理由 目前我们已经是4比0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我想跟大家讲 我想这个罢免 会让市民朋友跟国人朋友看到 已经越来越没有正当性 张善政替桃园自家商品 来到金融推销之外 市长谢果良也邀请张善政 一起享用金融生鱼片 及烟熏鹅肉 品尝金融道地的美食 记者黄绍铭、张启成金融报导 喂 苏西啊 你怎么还没到嘛 我们三缺一了 再等你一个 你在引法据点 蛤?引法据点是什么? 金融市引法人才服务据点 提供多元化服务项目 包含求职登记、个别化咨询 履历见诊及就业媒合 就业前准备课程、交流研讨会 真才活动、职场体验等各项活动哦 引法活动 世代共荣 李承议 李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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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药 李扛 李秀 我覺得很好 因為可以快速通過 有仙女當新人的那種感覺 社長 你被擋住了 好 我來把它翻開 好重 好了 可以走了 各位市民好朋友 你會擔心像剛剛的許願一樣 想要進出的時候 結果都被盆栽都擋住了嗎 我們7月1號開始有一個 盆栽整潔的專案 我們將會用綠腳鴨 來代替行人需要進空的空間 讓您可以有一個更舒適 更安全的行人空間 請一起享用我們的綠腳鴨 來代替我們的盆栽 盆栽擺放藥 不妨礙交通 不滋生蚊蟲 不製造髒亂 為了我們的乾淨家園 我們的盆栽要整潔 哇 這款酒好美又特價 剛好可以買來下周末的舞會上喝 等等 在網路 郵購 自動販賣機 無人商店等地方買賣煙酒 沒辦法知道買東西人的年齡 所以是禁止的唷 什麼 還要罰錢 一次有煙酒為一馬販售 可拨打檢舉專線 0800 867 890 還有還有 購買酒類時 酒瓶上有這個優質酒類認證的標章 就會更有保障唷 網路竟銷煙酒 優質酒類認證有保障 基隆市政府提醒您 歡迎回到新聞現場 中選會在8月16號下午 正式宣告罷免基隆市長謝國良成案 決定在10月13號星期日進行投票 對此謝國良回應表示尊重 也希望自己的案子是最後一個罷免案 8月16號下午3點左右 市長謝國良在市議會準備備詢前 中選會也正式宣告罷免基隆市長謝國良案 有效法定連數人數超過標準成案 決定在10月13號禮拜天舉行投票 對此謝國良回應媒體詢問時 表示尊重中選會的決定 也表達依照目前的名義 自己會勝選 我們過去的理解投票 好像都是在禮拜六 如果是禮拜六的話 那那個週末應該是10月12號 那為什麼在禮拜天我們也不太了解 博小明切都盡量尊重中選會的安排 假如他們確定是10月13號 那我們也會配合 如同我跟大家說明的 我們這一場是要告訴更多的民眾 需要出來投不同意罷免這個選項 而不是支持謝國良在家不投票 所以我想如果只要宣導能夠到位 讓大家都了解這個選票選項的話 依目前的民意宜歸我是會勝選 不過謝國良也強調 罷免已經成為重選的一個工具 此風不可掌 希望自己的案子是最後一個罷免案 罷免已經很明顯的 不管從現在還是到明年 都被拿來作為重選的一種工具 那我覺得此風不可掌 我也希望台灣不要有這樣子 遏制的這種罷免的風潮 所以我希望從我這個案子 會是最後一個罷免案 至於有媒體問到和原先傳出 可能選在市長生日10月5號 舉行罷免投票日的時間不一樣 是否可以好好過生日呢 謝國良表示不敢過 但是有時間還是會陪陪家人 不敢過還是要好好的準備好 打好這場選戰 但是會盡量一有空的時候 還是要陪陪家人 太太女兒媽媽 市議會開議前 市長謝國良也特地到主席臺 和議長同志委 以及議會秘書長李同誠 打招呼握手致意 寒暄幾句 心情似乎還不錯 沒有受到罷免案 成案的影響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接下來我帶你來看 信義區有一位50歲 賴性民眾 獨自撫養 患有極度重度障礙的女兒 前一陣子因為心機梗塞 送醫中支架 見回了一命 但是龐大的醫療費用 讓生活陷入困境 市議員何淑萍得之後 集結了獅子會 福人社 媳福會等民間社團 陸續募得近18萬元 全數交給賴先生 希望能夠幫他度過 短期的難關 來到賴先生家中 市議員何淑萍 結合了金融愛心獅子會 金融喜福會 帶來慰問金 要幫助他度過難關 本來是家庭的經濟支柱 那他倒下之後 現在就換他18歲的兒子 靠打工來賺取一些 就是微薄的薪水 對 然後就是等於說 他現在完全沒有收入 他們的房租生活費 還有醫療費 現在都陷入困境 所以說 感謝媳福會 就是今天帶來善款 3萬元 那還有 國際A5 愛心會 也帶來善款 跟物資 我也很難痛 那現在幫忙 50多歲的賴先生 因為患有輕度的精神障礙 平常只能靠打零工為生 日前因為心肌梗塞 終於進行心導管 和放置自駕手術 龐大的醫療費用 讓家中經濟陷入困境 市議員何淑萍 在校生裡里長 國培軒 金融媳福會 愛心世子會等單位 三星人士陪同下 親日到賴先生家中 送上慰問金 跟何議員 然後一起來 做這個急難救助的一個服務 發揮這個 取私社會 用私社會的一個精神 因為他這半年是沒有辦法 做工作的 那他目前有一個身心障礙的女兒 跟一個18歲的弟弟 那其實說真的 打工的金錢 並沒有到那麼的多 那要支出一個家庭 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那也謝謝何議員 持續的幫忙 那我們後續也會做 跟何議員一起 做持續的關心 由於賴先生至少要休養半年 才能夠正常工作 25歲的女兒患有極重度的身心障礙 家中經濟全仰賴18歲兒子外出打工 本身也是金融市婦女會 理事長的市議員何淑萍 發起了愛心募款 幾天之後也獲得了 鳳凰獅子會 新北北海岸福人社等團體響應 社長陳彩月及會長傅秀之 特別執政慰問金總計18萬元 希望幫助賴先生一家人度過難關 來幫助一點點的小意識來幫助他們 那社會大眾如果你們看到了 聽到了大家能夠生出你的愛心 那大家一起來去 現場的狀況真的感覺還蠻難過的 他希望社會大眾看到之後 能就是集結愛心 來多多幫忙這樣子 謝謝郭理長及時反應 那淑萍就趕快聯絡這些 獅子會、媳婦會 這些善心好朋友 那未來他們現在目前是有善款 跟物資只是解決暫時的問題 因為爸爸他未來 超過半年都沒有辦法工作 也沒有收入 那淑萍還會透過其他的社團 來給他幫忙 市議員何淑萍結合了 獅子會、福人社及媳婦會等 民間團體力量 愛心不弱人後 看見社會有困難家庭 盡力伸出援手 獅比獸更有福 享受著付出的快樂 記者黃紹明記錄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鈞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臺灣管轄最多的燈塔在哪裡呢 孤單又浪漫是什麼職業啊 碼頭工人蜜語打鳥是什麼呢 基隆未節目將用鏡頭帶領觀眾 實地走法體驗基隆的味道